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10号迎来了他55岁生日 也是阿里巴巴成立20周年 马云也选在这一天正式的卸任董事长一职 交棒给执行长张勇 而就在他卸任的前一天 马云现身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总部引起了骚动 现场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宛若是大明星驾到 尖叫声不绝于耳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一身休闲装扮 现身位在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总部 现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就为了亲自看马云一眼 如此大阵仗 让人还以为有大明星驾到 这是我离马云退去离世了 马云10号迎来55岁生日 这一天也是阿里巴巴成立20周年 在这特别的日子 马云正式卸任阿里巴巴董事长的职位 他在退休前一天 来到公司总部探望老同事 吸引大批热情的员工一睹为快 就算马云身边围了保镖 员工却很热情 拿起手机拍照留脸 马云的魅力可见一斑 马云2018年9月10日 就已宣布要正式现任董事长职位 交棒给现任执行长张勇 不过到明年的股东大会前 马云还是会担任董事 阿里巴巴的电商版图横跨线上零售 云端业务和数位金融等多方领域 创办人马云目前在富比市的富豪排行榜 排名21 他从英语老师变成电商公司大老板的创业故事 也成为众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谢谢我们新变异